Enjoy課程裡面應該會講到 很多人這個就一頭霧水 這個東西到底是在哪裡 有沒有 怎麼會這個 有一個R R是可以理解的嘛 就是在登錄檔對不對 裡面有個Layout 這個可以理解 可是為什麼前面還多一個Enjoy 基本上這個東西是放在 有點像那個 這個範本如果你前面沒有Enjoy 就是你自己內部的Layout 你自己的啦 那如果是前面加加一個Enjoy 是Enjoy的 是Enjoy內建的 但是這個東西在哪裡 基本上你要對那個 這個有點研究才可以 我跟各位講說 我以前剛開始 拿到這個環境的時候 第一個我就先把 把那個 這個Enjoy SDK 裡面的每個目錄都把它打開來 然後每個目錄都去研究研究 後來我才知道原來 這個東西其實是放在這裡 Pattern Forms 裡面我們是 我是用10 如果你用18 就是4.3 它是放在哪裡呢 放在Enjoy裡面 這個Pattern Forms裡面的目錄裡面 有一個Data Data裡面有一個RES 有沒有 一樣的東西 就是它的結構 它裡面有一個Layout Layout裡面的話就會有一個什麼 就是這個 Si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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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st Item 1 對不對就在這裡 所以基本上 它就是在你的 這一個整個 整個Enjoy的Pattern Forms裡面的 哪一個的Data裡面的RES的Layout 也就是說這個Layout是它內建好的 也就是說其實你要畫個View你也可以自己畫 但是它會覺得它應該很麻煩 為什麼 因為你要先建一個View 然後再把那個View 那個View就是一個TestView 一個小Test 然後再放進那個List裡面 也是一樣 那你要怎麼其實 你也可以用一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不要用Enjoy 就是說外部這一個 你也可以自己畫一個View 然後再來用也OK 但是如果說你想要知道它的結構的話 其實順便講一下它的結構大概是這樣 如果你要拿來用的話可不可以用 教各位一個方式很簡單的方式就是 如果你要把它弄進來的話有沒有 可不可以弄進來 可以啊 你就這樣拖拉進來 看到的R有沒有 放開 把它Copy進來 這個時候呢 你這個Enjoy.r就可以了 可以刪掉了 也就是說呢 現在參考到也不會有Error 為什麼 因為我裡面有沒有一個Layout 有嘛 有這個東西 它就可以參考到我內部的 那如果說你今天要修改的話 因為特別注意 如果你是用範本裡面的那個Layout 它字的大小 你也沒有辦法更改 字的顏色 你也沒有辦法更改 因為它是去看那個 內建的範本 可是如果你現在把它放進來之後 你的字的大小跟你的那個 字顏色都可以更改 那怎麼改 基本上非常簡單嘛 你就把它打開來 研究研究看看 基本上打開來之後 這邊看不到東西 實際上它裡面就是一個什麼 一個TestView 一個TestView 那這個TestView裡面的 有沒有 它就告訴你 實際上呢 它實際上就是一個TestView 名稱叫Test1 對不對 然後